好,各位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利用各位实验的空档来跟各位介绍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用这样子,您手边在使用这个酵母菌呢,然后来应用到人类的医学上面。 那我们这边要举的例子是利用这个酵母菌来大量的生产重要的这个药物,然后去治疗一个对人类印象很大的疾病,也就是瘧疾。 那瘧疾呢,虽然台湾并没有瘧疾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流行,但是其实在世界上,瘧疾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那瘧疾是一个由瘧蚊为媒介所传播的一个疾病,它其实耗发在地球上面热带,还有亚热带,也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那原因是因为在这样子的气温底下呢,气候底下呢,蚊子比较多,所以它会耗发在蚊子很多的这个区域。 然后在2022年WHO的这个调查里面可以看,可以知道,其实地球上面有两亿四千五百万人感染,瘧疾,而且那一年就有六十一万九千多人死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那它的这个,它是,它的病原虫就是这个瘧原虫,它会借由这个瘧的钉痒呢,然后跑到不同人的这个血液里面,然后这个瘧原虫就会钻到这个人类的红血球细胞里面,然后用它来当做营养, 去产生出更多的疾病原虫,那大量产生出更多的疾病原虫,它就会把这个红血球细胞弄破掉,然后产生着非常严重的这样子感染,然后最后人就很容易死亡。 OK。 那它这边是一个video去介绍一下它怎么样感染的过程,那这个是一个带有疾病原虫的一个疾文,它藉由叮咬以后呢,它就会释放出, 它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这个虐原虫,那这个虐原虫呢,藉由血液循环,它要赶快的躲避免疫的攻击,所以它会想办法, 赶快借由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钻到我们的肝细胞里面,OK。 那钻到肝细胞里面,以后呢,它躲避了这个免疫的,一个它可以去躲避免疫的攻击, 第二个它可以用肝细胞的里面的营养,大量复制出更多的疾病原虫, 就是够多自己,不怕被免疫攻击以后,它就会再返回到我们的这样子的血液循环里面, 那最后呢,有一些也会用这些红血球来当做营养,钻到我们的红血球里面, 产生出更多的病原虫,然后再释放出更多自己, 所以最后就会,这个病人的身体里面就会繁衍出非常非常多的病原体, 那有一些病原虫,它不会弄破这个红血球细胞,而是它会跟着这个红血球细胞共存, 那就,如果在被别的蚊子叮咬以后呢, 它就会携带这个带有这个虐原虫的这样子的红血球细胞呢, 然后去叮咬到下一个人类的话, 它就会去把这个病原虫,虐原虫传染给下一个病人, OK,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传染的过程, 那虐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疾病, 在这个罗马帝国时代呢,就有虐疾大爆发的这样子的记录, 那那个年代呢,其实有一些传教师他发现说, 在秘鲁的一些乌医,OK,居然有能力去治疗这样子, 他们当地的战士得到虐疾的这样一个疾病, 他们用的方法是取当地的这些金鸡纳树, OK,上面的树皮取下来以后呢, 然后去煮汤,为这些战士们喝了, 就可以去治疗他们的虐疾, 后来的研究发现说, 其实这个里面的成分, 最重要的成分去治疗虐疾的成分就是这个奎尼, OK,其实早在截至在罗马帝国一直到可能半世纪以前呢, 这个奎尼都还是治疗这个虐疾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 OK,不过这一件事情呢, 但是它其实奎尼呢, 它能虽然是那个时候唯一有效的药物, 但是它其实治疗的效果还是有限, 而且很容易就会有抗药性, 不过这个问题呢, 一直到差不多越战的时候, 那个年代呢, 才开始有了转机, 那越战是一个美军跟越共互相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战争, 那美军第一次, 其实美国是很少蚊子的一个国家, 它第一次来到这样子一个亚热, 热带的国家, 然后有非常多蚊子, 他们其实也非常非常不习惯, 而且有非常多的人得到虐疾, 总共有那个时候记录, 总共有十二万三千个美军他感染到虐疾, 那死亡率占了一半, OK, 非常非常严重, 他们曾经讲过, 他们不是这么怕越共, 但他们非常怕越南的蚊子, OK, 不过同样的问题会发生在越南的军队上面, 这些蚊子并不是爱国蚊子, 它只会叮咬美国人, 它一样也会叮咬这些越南人, 所以越共呢, 同样会有非常非常严重这样虐疾的疾病,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些越共就没有办法, 他就只好去转过头来, 去向他们背后支柱他们的这些老大哥, 然后寻求他们的帮助, 那那个时候他们背后的老大哥, 也就是中共的这个毛泽东主席, 那毛泽东他就马上下令他底下的最厉害的这些科学家呢, 尝试要去找到治疗瘧疾的这些特效药, 那时候他就举, 就举行了这个523研究的计划, 然后他们就叫底下的这一批科学家呢, 尝试去从不同的中草药里面, 是不是可以有治疗瘧疾的这些特效药, 那当初呢, 这个中间这个年轻的女科学家呢, 就在不同的中草药的筛选里面, 后来发现说, 有一个植物也就是青蒿, 从它青蒿里面所提炼出来的一个青蒿素, 可以非常非常有效的在老鼠身上啊, 或是猴子身上去治疗瘧疾, 后来呢, 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青蒿素还是治疗这个瘧疾的一个特效药, 那由于它发展出这样一个特效药, 拯救了非常多人的性命呢, 所以这个当初这个女科学家叫做图悠悠, 她在2015年就拿到了诺贝尔奖, OK, 那这个青蒿素其实在本草公布里面, 就有记载过这个青蒿素是可以去止热, 震热这些纸盒等等这样子的功能, 那他们就把它萃取出来, 等到青蒿素以后呢, 他发现说这个就是一个去治疗, 虐疾的一个特效药, 但实际上面究竟这个青蒿素怎么样去杀死虐原虫, 的机制还是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一般大家认为说, 这个青蒿素上面的结合到这个红血球上面以后呢, 它可以去释放出很多的H2O2, 它是一个free radical, 自由基, 那它就可以攻击这个虐原虫, 然后去杀死虐原虫, 用这样的方式很有可能去杀死这个虐原虫, 那为了得到这个特效药呢, 其实人类是有机, 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 这些药肠必须要得到这个Artemislin, 青蒿素, 然后它才有办法用人类的所开发的一些有机的反应呢, 去转换成不同药物的前沿物, 然后最后变成药物, 但是这个Artemislin呢,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人类没有办法自己人工合成出来的, 它必须要由植物所生成出来, 最后再把它重化出来, 那这个Artemislin的青蒿素呢, 基本上可以在这个青蒿, 特别在这个植物上面的叶子上面, 把它放大来看有很多的毛状体这上面呢, 长到这个青蒿素, 所以为了要得到这个青蒿素呢, 就必须大量的种植这个青蒿, 那这个是一个种植的过程, 就是它们在温室里面, 先种植很多的这个青蒿的植株, 然后接下来就要放到野外去大量的去栽种起来, 然后栽种了一阵子以后呢, 几个月以后呢, 它就长得比较高了以后呢, 然后得到比较多的青蒿的叶子以后呢, 它就把它砍下来, 最后把它晒干, 然后最后把这些叶子磨成粉呢, 然后从里面提炼出这个青蒿素, 这整个中间的过程呢, 大量的耗费许多的土地, 然后人力物力等等, 而且非常需要看这个天气的状况, 有时候才会影响到它这个产收的这些产率等等, 这整个生产的流程顺利的话, 需要行行十个月, 那并不是每一年呢, 都会流行, 非常难去估算说, 今年究竟粤极是会大流行, 还是不会大流行, 如果今天没有大流行的话, 那生产过多的这些青蒿素呢, 就会变得价格变得非常非常低, 那对于这些生产的农家等等的, 或者这些药厂就非常不划算, 但是如果今天, 生产不够多, 隔年产生大流行, 然后生产不够多的时候呢, 已经没有办法, 也会来不及, 因为必须要花十个月的时间呢, 才有办法去生成下一批的这些青蒿素,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都碰到的一个难题, OK, 所以呢, 这个在UC Berkeley, 这个J. Kisney教授呢, 就希望可以去解决这样子一个科学上面的难题, 那他想到方法是什么呢, 他希望说当初用这个植物, 才能够萃取得到的这个Ultimity, 是不是有可能去利用我们刚才所提到一些微生物, 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常用的这些微生物, 从他们身上就可以取得, 因为这些微生物, 比如说细菌或是这些酵母菌, 它可以生长得非常非常快, 比如说这个细菌, 它只要一滴, 泪滴这样子的菌液的滴到一缸, 一缸的这个培养液里面呢, 摇晃给它足够的培养液, 生长一个晚上, 它就可以生成一大缸的, 非常浓稠像, 这味噌汤这样子一样的菌液, 就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菌液, 所以酵母菌一样也是可以生长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们可以在室内给它几短的时间里面, 它就可以生成的非常快, 如果今天可以用这些微生物, 生成出这些青蒿素的话, 我们就会彻底的取代了, 当初这样子在野外栽种青蒿素, 所面临的这些类似的这些困难, 那究竟要怎么样让这些微生物, 可以去模仿青蒿这个植物生成出青蒿素呢, 我们先回到青蒿这个植物, 究竟怎么样生成青蒿素的, OK,那这个是一个卡通图去解释了青蒿怎么样去生成青蒿素, 那这个是这个细胞的青蒿这个植物细胞的细胞核, 那我们动物细胞主要是吃, 我们的营养来源主要是吃食物, 然后再进行这些糖尿解反应, 而植物细胞不是, 它是用主要是靠这个液力体, 然后进行, 藉由空气中的CO2, 然后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变成固碳下来, 然后变成sugar, 然后这个sugar呢, 才会进行这个糖解反应, 然后变成acetocoa, 然后变成fpp, 那这个糖解反应, 几乎所有地球上面非常非常多的生物, 都是靠这个糖解反应, 然后来获得养分, 所以, 你我身上, 或是这些不一样的微生物, 等等不同生物身上, 都有类似这样糖解的,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演化上面高度被保留, 高度相似的一个共同的新陈代谢的路径, 那fpp呢, 它的名字叫financial diphosphate, 但是不一样的是, 轻号这个植物里面有特别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酵素, 叫做ads, 就是amophodyal生成酶, 这个amophodyal生成酶可以把fpp呢, 转换变成amophodyal, 这个amophodyal呢, 才会再变成atimicity acid, 等等这样子, 最后就可以变成atimicity, 那为什么轻号可以去产生, 轻号说是因为它就是有特别有这个ads, 可以把fpp转换过来, 所以它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科学家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他就提到, 刚才提到这大肠感觉酵母菌等等, 它们都是, 是用都会有, 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糖解反应, 然后最后产生这个fpp, 那尤其酵母菌可以更类似, 它本来就, 大肠感觉还需要, 在走一些酵母菌特别的路径, 才有办法变成fpp, 可是酵母菌本身, 它就可以进入糖解, 然后进行这个氧化链酸化等等, 然后变成fpp, 最后再变成它更下游的这些, 不一样的线线代价产物, 这个时候呢, 只要人工去外加这个ads, 就轻号素里面的, 这些用分子生物学的方式呢, 提取出来ads的基因, 加到这个酵母菌里面, 它就会产生出ads的这个酵母菌里面, 就会产生出ads的酵素的蛋白质, 那它就可以把fpp呢, 把它转换变成aldemisone, 就这样的方式呢, 在经过非常多的实验上面的优化以后, 最后它就可以成功的让酵母菌, 就产生出非常多aldemisone, OK, 所以传统跟传统方法相比呢, 大家必须要去栽种这个氢烤, 然后让它需要花很多人力, 跟这个空间, 然后还要看天吃饭, OK, 然后最后栽种出来以后呢, 采收出来最后才可以去产生aldemisone acid, 这个整个流程需要十个月时间, 那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等等这些成本, 所以它每一颗药物的成本其实蛮高的, 那JKC呢, 则是尝试的改变, 就用Ecoli或是East, 就可以去产生aldemisone, 那整个流程只需要三个月时间, 可以非常非常快速, 而且可以非常灵活地看今年的这些月籍是不是有大流行, 然后赶快去生产出更多的这样的ultimistic, 那最后呢, 每一颗药传统方法成本需要2.5块美金, 那用JKC教授这样为生物的方法去生产值需要0.25块美金, OK, 这对于很多非洲国家的低收入的人民来说呢, 越低的成本无疑者就是可以拯救更多的人民, OK, 那它这一整套的生产流程呢, 也寄转给一个全球前几大的药草叫Senafe, OK, 它就把这所有的流程都把它寄转给他们, 那他们在2012年就生产了38.7吨的ultimistic acid, 2013年60吨,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差不多全世界一半的ultimistic acid, 这轻超速的产, 这药物的产能都是由这个Senafe所把它包办下来的, 这就是我想要再跟各位介绍一个例子, 就是怎么样用East这个酵母菌呢, 然后去生成一些重要的药物, 然后来去对人类社会有所帮助, 对人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